如何做饭团娃娃口筋包 饭团娃娃口筋包造型独特实用美观 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你如何做饭团娃娃口筋包吧 你将需要表布、礼布、装饰小花朵、黑色布织布、胶水、剪刀、针、针、线、缝纫机、芝麻 第一步 准备好表布和礼布各两片 黑色眼睛一对 小花一朵 第二步 在表布正面的适当位置粘上眼睛 并用针线把嘴巴的轮廓缝出来 第三步 将表布正面相对缝合 夹住芝麻 流出袋口 并发回正面 第四步 用相同方法缝合礼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留出反口 留出反口 第五步 将缝合后的表带放锂带中 缝合 缝合带口 缝合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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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 第七步 将带子整形 并将带口压0.3厘米明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八步 找出布的中心位置 将口径中心点与之对齐 从中心往两边缝合口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九步 在口径包上贴上装饰小花朵 饭腾娃娃口径包就完成了 你知道吗 饭团是日本人外出野餐 以及午餐的首选食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九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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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